海内外的慈禧人 爱心也全部动员 其中呢 曾经受助的叙利亚学童 反转手心来响应 慕心慕爱行动 正要让人在今天的志工早会 特别感恩许多人用心付出 也鼓励慈禧志工 发挥人间菩萨的精神 持续关怀受灾响起 慈禧志工定期关怀 土耳其境内叙利亚难民 也启发满奈海学校 受助学童的爱心 大家发挥竹统岁月的精神 累积善款 帮助叙利亚同胞和土耳其人 这次美农地震 孩子们也发心付出 点滴的爱心累积起来 接受别人的帮助 自己也可以帮助别人 不只是灭仇恨 还可以长爱心 这实在是不可思议 只要有心 该做的事情 做就对了 对的事做就对了 慈禧人一直都在 地震造成116人罹难 台南殡仪馆紧急调来 冰柜存放大体 冰柜离地超过一公尺 为了体贴工作人员 慈禧志工连夜赶工 协助制作木梯 这都是人间菩萨 人家在过年的时候 大家正信佛法 毫无禁据的 喜喜多多多是需要用心 人的爱的能量 要从四方八达 大家来集会 畏惧更多爱的力量 花莲慈禧医院医疗志工 也准备了南瓜汤面 与民众结一份好园 一起为台南的受灾相亲 慕心慕爱 大爱新闻 江信心邓明仪 花莲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